大家好,我是Gary 一直到前一陣子呢 都還是有人陸續的在問我有關購買A7S3的問題 這真的是一台非常火熱的機器呀 那算一算啦 其實我擁有它的時間也大概快一年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年來我的A7S3心得吧 你可以選擇2萬多塊的Mac mini 不過我自己是選擇了MacBook Pro 我知道啊 Sony的相機它可以直接在機身裡面 生成這個代理的Proxy檔案 然後呢你可以匯入之後去匹配 用代理剪完之後再轉元檔輸出 可是很多時候還要面對現實 因為啊 商機的突破點就是在提供使人更便利的服務 我現在的流程就是 拍完之後我會將記憶卡裡面的檔案 全部Copy到我的MacBook Pro裡面 接著我會直接看預覽圖 搭配空白鍵 然後將我所有的檔案 直接在上面做完分類 分類完之後 我會直接全部一口氣匯入到Final Cut Pro 接著直接用原檔剪輯 剪的過程會搭配那個 超療癒的渲染速度小豆豆 剪到哪就渲染到哪 因為那就是讓我停下來喝一口咖啡 休息一下的時間吧 最後呢 我再用絲毫不拖泥帶水的速度輸出 整個過程舒服 這種剪片的經驗 你只要體驗一次 你就回不去了 這種感覺就像你買了YouTube Premium 然後呢 你看過完全沒廣告的YouTube 我相信你就沒辦法再接收 會一直跳出廣告叫你要按略貨的那種感覺 我知道有些人啊 是那種都買了這麼貴的相機的 相關的配件也要一次到位 就很像那種買了房子之後啊 你就再也不會覺得買家具會很貴 的這種感覺 我相信有在關注A7S3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 就是Sony原廠的這一張CF-Express Type-A的卡 他唯一能夠做到最獨特的事情 就是他能夠錄製V90的記憶卡 所不能錄製的XAVCSI這個格式 這是一個啊 紀錄影像訊息最多最完整 而且體積也是最肥大的一種影像格式 我自己目前是使用這一張 KINSTON 128G的V90卡 我拍XAVC HS 也就是H265的壓縮的格式 4K 120幀 我只能夠拍57分鐘 那我如果拍4K 60幀 我可以拍一個小時21分鐘 當我今天啊 把記憶卡全部都拍滿了之後 我要把這滿滿的128G 全部都Copy到我的MacBook Pro裡面 我需要花15分鐘 才可以把它全部的檔案移到電腦裡面 平常隨便拍拍的話還好 我上次呢拍這個沙龍的髮型比賽 這15分鐘真的是讓我度日如年啊 人家評審講評啊 都講兩個去了 我還在等電腦Copy啦 我真的傻眼 所以啊 我建議買兩張128G的V90的卡 才是最正確的選擇 一張卡拍完拿去Copy 然後用第二張直接接著繼續拍 那說回來這個CF-Express Type-A這張卡 我相信會買這張卡的人 應該最主要都是為了要拍這個 XAVC SI這個格式是吧 拍這個格式的話呢 檔案就會更大 那相對的它就是代表 你能夠拍的時間更短 是吧 那偏偏呢 現在這一張CF-Express Type-A的卡呢 最大容量只有160GB 那這160GB要價超過1萬塊 然後同時你還要再另外買一台 4000多塊的讀卡機 你今天買兩張128G的V90的卡 只要6000塊 它還送你兩台讀卡機 當然啦 如果你呢 只是為了希望 將檔案從記憶卡Copy到電腦裡面的速度 可以快一點 而願意買這個卡 那 請收下我的Respect 同樣這一顆 FZ100的電視 在A7-3身上 你會感覺永遠都拍不完 可是啊 在A7-S3身上 你會以為在漏電 我自己呢 是用兩顆 出門的話 我一定會帶做充 一顆用完 馬上充 然後用另外一顆繼續掰 我就這樣大致上還可以銜接啦 不過啊 我要跟大家講 我是那一種 沒事我會關相機的那種的人 我知道有很多人用相機是 平常死都不關機的 就是全程Standby 然後呢 看到什麼就拿起來就射 拿起來就笑 好 就拍 如果你是這一種習慣的人 相信我 你至少要再多買一到兩顆電池 好 不然你會哭啊 這個也是啊 很多人在買之前 會問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呢 是用騰龍的 17-28跟 28-200 這兩顆鏡頭 那說真的啦 其實騰龍鏡頭 真的沒什麼好挑剔的 又輕便 又實用 然後 對焦也快 畫質也不錯 甚至 這兩個鏡頭 還可以共用我同一個減光鏡 那 唯一的缺點 我想就是二手的價格 折價到讓人家很傻眼 這個價格 差到我一點都沒有想要賣掉的念頭了 所以 好 我都會建議 如果你是那種 不介意二手鏡頭的人 去收騰龍的鏡頭 你一定會很爽 因為收到價格之低 真的是 太有CP值了 真的 如果你是那種有一點點這種新品洁癖的人 像我好像就有一點這樣 一樣差不多的價格 廣角我一定會選 Sony的20G 我絕對不會買17-28 以上這些感想 如果你是非GM鏡不買的人 那可以略過 我有設時間走 好不好 所有的配件裡面 你的首選 一定是買一支好的麥克風 畢竟 HX3是一台專監於錄影的相機 你不可能指望它的機身收音的吧 那麥克風裡面 無限小蜜蜂這一類麥克風 因為我沒有買 所以我們就不討論 而如果是槍麥 我真的大推Sony自家的ECM BEM這一支 這一支我用很久了 從我還在用A73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一支 然後後續我也裝在A6600上面用過 可是是一直到了A7S3 我才真正的解開它的封印 到A7S3身上的時候 它就可以錄織數位的音群 雖然我是木耳啦 不過這個音質聽起來好像是有好那麼一點點 再來是它的指向性的一個變換功能 真的太方便了 像我前一陣子 我比較常跟我女兒拍片 因為都在家裡 然後常常就是我在鏡頭的後面 然後她在鏡頭的前面 這個時候呢 我只要把麥克風切到全指向性 就完全沒有問題 你要記得要將你的音量切到AUTO 自動這個部分 你就不用擔心 我們離相機比較近會爆音 完全不會 它會自己幫你調節好 兩個人講話的音量 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後它還有降噪的功能 邊開冷氣邊吹電風扇邊拍邊錄影 都沒在怕的啦 好不好 那種低頻翁翁的聲音 連收都收不進來啦 這種機器用起來也是舒服 聽說還有麥克風會忘記打開開關 或是還要充電 這種小事情我壓根都沒有擔心過 那其他配件就看自己的需求啦 我自己就是屬於那種痛恨穩定器那一拍的 就是我非必要我死都不會帶穩定器出門的這種類型 好不好看這些的需求 OK 那說完硬體我們來分享一下軟體 我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 A73如果搭配Sony自家的手機APP 然後做連結 我覺得它的順暢度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可以當作一個簡單的圖傳來去使用 重點是你拍照片的話 你的照片會在你每一次的快門之後 立刻傳到你的手機裡面 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機上做修圖 或是直接秀給你的客戶看 或者是直接拿來發社群IG 真的超級無敵爆炸方便 不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拍照 非常喜歡用的 它的內建的濾鏡 也就是風格外觀 就是這個FL 因為我的工作很常需要拍攝商品 也就是產品類的東西 如果使用這個FL的風格外觀 它拍出來光直出就非常的有雜質感 幾乎不太需要修圖 我覺得其他的風格外觀 顏色也不錯 不過拍產品的話拍起來 那種日常感還是比較明顯 我覺得其他的風格外觀比較適合拿來拍人 唯獨這個FL 拿來拍產品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好看 而且我最近喜歡直接拍1比1的照片 就是正方寫 因為這樣子發IG就可以直接發就好 我拍完然後傳手機就可以直接發了 超方便的 影片的部分啊 我還是覺得S-Log3最適合我啦 之前那更新有了S-Sinitone之後 我有嘗試了一陣子 我也有試著把S-Log3的色彩模式改成S-Sinitone 不過我覺得它出來那個膚色實在是有點太紅了 不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所以啊我後來也都還是調整回預設的PP8 就用這個拍完在後期調色的話是最舒服的 我覺得A7S3真的就是為了拍S-Log3而生的一台相機 希望啊我這個A7S3的使用一年心得 可以給正準備想要購買A7S3的一些參考價值 雖然啊最近啊因為這個全球晶片的產能的問題 然後導致啊A7S3又全貨了 不過呢好機器絕對是值得等待 我想到我那時候要買的時候 也是A7S3剛發布完不久 然後也是一陣子全部都沒有貨 我那時候就是將各大電商的APP 全部都下來下來 然後全部都設定好 然後我每天照三餐上去看一下有沒有貨這樣 終於啊在10月份的某一個凌晨 PC Home呢就是有丟出來一台 我也是因為這樣才買到的 好啦最後就祝福大家都買得到自己想要的A7S3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然後呢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討論 然後呢不要忘記要按讚訂閱跟分享 好不好我們下次見拜拜 如果大家有沒有可能知道 我們現在先讓她 Share 一下這位我們要請回來